女孩满眼幸福地期待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殊不知这却是她地狱般噩梦的开始 婚礼还没结束 女孩的好闺蜜就偷偷溜进她们的心房 你就这样跟平如结婚了我怎么打 我是不喜欢 那是我做夫妻 不得不说还得是我们渣男组事业 十分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才适合做妻子 然而就在两人纠缠不清时 妻子却突然推门而入 可男人却没有丝毫慌张 只是淡定地解释自己的衣服不小心弄脏了 回来换衣服时刚好遇到来雌刑的闺蜜 原来男人害怕闺蜜继续纠缠自己 于是决定私下资助闺蜜出国流血 闺蜜见尚未无望只能含恨答应下来 可妻子却十分不舍 因为闺蜜是自己唯一的好友 丈夫害怕妻子破坏自己的计划急忙拉住了她 并一再承诺自己以后会好好爱护妻子 一番花言巧语下妻子彻底闻相 可男人动情时的誓言又怎能相信呢 本以为女孩嫁入豪门会过上养尊处优的父太太生活 哪曾想她每天不但有干不完的家务 甚至还要忍受婆婆的刁难和责骂 而这一切却只因为女人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中 女人名叫林品如 爸爸年纪五十还在一家酒吧里当助唱歌手 妈妈则是一名宝洁阿姨 而哥哥林一德更是整天无所事事 只知道围着女友爱丽传 虽然品如在婆家过得水深火热 但好在大姑街宝连处处维护她 经常在老巫婆欺负品如后偷偷为她报仇 而对于宝连的这种行为 婆婆却只能忍气吞声 只因宝连的脑袋不太正常 而更多的原因则是宝连背后有品如的公公为她撑腰 公公也是这个家中除了宝连外 另一个对品如还不错的人 平日里总是偷偷给她一些零花钱 虽然这些钱大部分都被婆婆搜刮走了 而婆婆之所以这么讨厌品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结婚五年了 品如依旧没能给红家生个一而半女 虽然这一切全都因为婆婆 是送子成婚眼看孩子即将出世 可好赌成性的婆婆却欠下了一大笔赌债 讨债人上门要债时 恶毒婆婆却将带着肚子的品如推到了身前 结果几人拉着中品如不慎跌倒 而始作俑者的婆婆却视而不见逃之夭夭 最终品如因送一步及时导致流产 自那以后她就再也没能怀上孩子 而她也因担心婆婆会被公公责骂 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所有苦楚 就在品如还在感伤之时 爱丽却突然发来信息 告诉她自己准备回国了 然而当品如和林依德满心欢喜地来到机场接机时 爱丽却并不想和兄妹俩相聚 而是偷偷将电话打给了红世贤 红世贤本不想再与她纠缠 可对方却威胁她如果不出来 就将两人之间的事告诉品如 无奈之下她只好答应下来 然而当她来到酒店时 却看到地上四处散落的衣服 作为渣男鼻祖的红世贤又怎能不明白爱丽的企图 可她却破天荒地拒绝了 一旦东方事发无疑是在引火烧身 可就当她起身准备离开时 爱丽却直接放出了大招 哪个男人能抵挡住这般诱惑 红世贤就更不可能了 自从爱丽回国后就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她先是假借探望之明来到品如家中 谁知恰巧看见品如正在被她婆婆虐待 她的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然而当婆婆走后 她又立马换上一副虚伪的笑容 只可惜善良的品如并没有发现她的真面目 然而当品如带着爱丽来到卧室时 傻乎乎的宝莲却秒遍见广的而已 你好 我叫Jennifer 见广 怎么会有人想见 叫见广 被宝莲试破身份的爱丽气得差点当场吐血 可她却硬生生忍了下来 因为接下来才是她今天来的真正目的 只见她从包里拿出一瓶香水递给品如 表示这是自己送给事贤的礼物 品如有些惊讶地说道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我先生最喜欢的香水牌子呢 没有啊 我随便挑的嘛 原来爱丽是想要挑拨品如夫妻俩的关系 可善良的品如却根本没听出她话中的含义 爱丽还想继续说点什么 谁知这时事嫌却突然打来电话 让品如去给她送资料 爱丽听后急忙表示自己刚好路过那里 可以帮忙将资料送过去 这么明目张胆的相处机会 爱丽又岂能错过 然而出门后她却并没有直接去公司 而是来到了品如家中 看似无意地将品如被婆婆刁难的事情 透露给了品如父母 她本意是想挑拨两家的关系 哪曾想抱脾气的林依德得知后 竟直接冲到公司找洪世贤算账 而此时的爱丽正满面春风地挽着洪世贤出门 看到林依德后下的她急忙躲到了一边 好在林依德并没有发现她 但洪世贤似乎就没那么总用了 猝不及防地挨了林依德一拳 她知道肯定又是母亲惹了过 气急败坏的她打电话 斥责母亲是不是又欺负品如了 然而洪母得知宝贝儿子被打后 非但没有一丝悔改 反而将所有怒气全都发泄到了品卢身上 不但将品卢痛打了一顿 甚至直接将她赶出了家门 彷徨无措的品卢急忙给洪世贤打去电话 殊不知此时的洪世贤正沉醉在爱丽的温柔箱中无法自拔 直到半夜十二点她才一忧未尽地回到家中 当她看到被赶出家门的品卢时 心里似乎有些内疚和自责 然而也仅仅只是一闪而过而已 很快她就露出了渣男本性 原来爱丽想让她给自己买一所房子 可她在洪家就是个名存实亡的挂名少爷 家中所有财政大权全在父亲手中 为了不在爱丽面前丢面子 洪世贤竟然荒唐到找品卢要钱 可品卢省吃俭用的那点钱哪里能够 好在最终在宝莲的帮助下 她这才勉强帮世贤凑足了钱 爱丽终于如愿以偿 可她又怎会轻易满足呢 她竟不知廉耻地让品卢去给自己打扫房间 然而就当品卢任劳任务地在爱丽的房子里打扫卫生时 爱丽却故意将洪世贤带回了家中 下班的时候正好遇到你老公 我告诉他你在这里 所以就请他过来了 善良的品卢没有丝毫怀疑地相信了两人 这让不知羞耻的爱丽更加肆无忌惮 她竟一班行李唯由将洪世贤带回了房中 两人就这么旁若无人地在房中苟起 而品卢却在楼下为两人准备着午餐 三分钟后两人才意犹未尽地来到餐桌前 吃饭时爱丽故意将一块熏鱼加给世贤 世贤也没有丝毫犹豫地大快躲一起来 然而品卢看到这一幕却是无比惊讶 你不是不喜欢吃虚鱼吗 此话一出洪世贤顿时愣在原地 嘴里的余兔也不是艳也不是 而一旁的爱丽却是满脸得意 甚至更加放肆地将不安分地手放到了洪世贤的腿上 这差点把洪世贤的活给下没了 急忙以公私有事唯由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等到他走后爱丽再次出言挑拨两人的关系 我劝你别太相信你老公了 七年之养时间就快到了 谁知恋爱脑上头的品却依旧坚定地相信着世贤 这让爱丽十分不属 自从爱丽回国后就一直想和林义德撇清关系 可奈何林义德是个恋爱呢 无论爱丽如何羞辱就是不肯放手 甚至毫无尊严地跪下祈求爱丽不要离开自己 可这一切对爱丽来说只不过是阻碍她嫁入豪门的绊脚石而已 为了彻底摆脱林义德 爱丽找到品卢坦白自己一亲别恋爱上了别人 这让品卢实在难以接受 可爱丽却偏偏要给她来个双重打击 我亲眼看到你老公红士贤在外面有别的女 尽管品卢嘴上说着不相信 可她的神情却出卖了自己 联想到近日来经常彻夜不归的红士贤 品卢有些慌了 意识到品卢已经起了疑心 爱丽不禁露出得意的表情 不过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 当她心情大好的回到家中时 却看到烂醉如泥的林义德躺在家门口 甚至一言不合就吻上了她 而这一幕刚好被红士贤看个正照 醋一大发的她转身就离开了 回到家中后她脑中不断浮现出爱丽那曼妙的身影 而这也让她对身边不休蝙蝠的品卢多了一丝厌恶 为什么每次你从娘家回来以后 你总是要给我哭上一张脸 好在公公还是比较心疼品卢的 她让品卢和士贤两人出门去散散心 或许心情好了孩子自然就有了 然而第二天当两人开开心心的来到度假酒店时 却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原来就在两人准备离家时 爱丽突然给红士贤打来电话 还在吃醋的她故意让爱丽将买房子的钱还给自己 甚至还特意透露自己即将要和品卢出去造小孩的事情 这让爱丽顿时如临大敌 如果两人真的怀孕了 那自己嫁入豪门的计划就更加渺茫了 思虑再三后爱丽给红卢打去电话 旁敲侧击套出了两人的行程 因此她才会出现在这里 好在品卢并没有发现她 可这却让红士贤吓出一身冷汗 红士贤虽然一肚子气 可在爱丽的温柔公事下她还是很快沦陷 激情过后爱丽故意撒娇让红士贤留下 并告诉她只要和品卢说是工地出了问题 她就一定不会怀疑 就这样品卢在大厅里焦急万分地等待着红士贤 她却和爱丽在房中喝酒调情 然而就在暧昧气息逐渐浓郁时 爱丽却看似无意地将红酒撒在了红士贤身上 甚至还非常贴心地拿出一件早已准备好的衬衣 红士贤虽有些怀疑但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当她去洗澡时 爱丽却偷偷将衬衣送到了酒店前台 麻烦你帮我送去干净好的 用几件 洗好了就送到2622房来 随后她又特意给品卢打句电话 再次假装好心地提醒她要小心事贤 此时的品卢早已没了最初的自信 可她却依旧嘴硬地表示相信自己的老公 对此爱丽却丝毫不以为意 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果然当酒店服务员将衬衣送到房间时 品卢彻底崩溃了 她独自一个人来到海边 脑海中不断拼凑着近日来的蛛丝马迹 她怎么也不相信平日里温柔体贴的红士贤会背叛自己 而此时黑漆漆的海面似乎也在预示着什么 另一边的红士贤却在和爱丽肆意温存了 等到她回到房中时却装出一副焦急的模样 为了让品卢不起 一心她甚至还谎称自己着急赶回来路上差点出车祸 果然男人为了那点事是真能豁出去 也不怕哪天谎话真的应验了 而对于她所说的一切品卢却毫无波澜 只是淡淡地询问她的衬衣怎么换 切钩啊把我这衣服一样挂烂了 能不能帮她回来啊 然而品卢却并没有拆穿红士贤的谎言 因为自始至终她依旧还是相信是点的 可当她回到家中时却无意间从相机里看到了爱丽的身影 自从红士贤和爱丽的丑事被品卢发现了 红士贤就一直躲着爱丽不肯见她 这让爱丽无比抓狂 引路之下她竟直接跑到了品卢家里 品卢不想看两人继续纠缠 于是决定离开 士贤急忙拉住她 恳求她不要将此事告诉父亲 然而这番话却提醒了爱丽 一个疯狂的计划在她脑中一傻脱 随后她便找到林依德 将红士贤出轨的事情告诉了她 她知道以林依德的脾气一定会去找红士贤 当然她并没说出自己就是那个第三者 随后她又给红富打去电话 红富得知这个消息后愤怒不已 回家后二话不说就给了红士贤一顿爱的教育 而此时的红士贤刚被林依德暴打一顿 如今又被父亲追着她 无比憋屈的她将这一切全都怪到了平依德 认为肯定是她在林依德和父亲面前告状 自己才会如此狼狼 无论平依德如何解释她都坚信自己的判断 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去 父亲为了教训事情 一气之下直接将她从公司给开除了 并没收了她所有的银行卡和汽车 一时间曾经风光无限的富二代公子哥 变成了身无分文的流浪汉 然而这却让爱丽有了可乘之机 当天晚上她便找到红士贤 主动给了她一大笔钱 并且表示自己已经连弃了旭风建设对手公司的董事长 对方答应聘请红士贤为总经理 这让一直被父亲打压的红士贤瞬间精神抖擞 自己终于有机会可以让父亲对自己刮目相看 而她也对爱丽如此贴心地举动感动不理 对比之下她不免开始对指不对自己说教的品儒产生了厌恶 随后的日子里红士贤更是来得继续勿作 开始了对品儒无休止的冷暴力 而品儒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本 为了守卫自己的婚姻 她终于下定决心说出心中的秘密 原来早在几天前 她就被医生捕爬出别人 这天红家打算去酒店为宝莲庆祝生物 谁知红士贤却突然说肚子疼想留在家里 红母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小足底 原来红士贤早已和爱丽约好了今晚见面 可即便如此红母却依旧没有拆穿 甚至帮她打起了掩护 等到所有人离开后爱丽准时来到家里 红士贤本打算带她去酒店玩耍 可爱丽却表示家里会更刺激 红士贤别人还难压得嘴角不难看出 她狠狠心动 可等她去洗澡空气 爱丽却给品如打去了电话 一脸得意地夸赞他们的床单很舒服 这让品如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为了不让婆家人担心 她谎称士贤肚子疼得厉害需要人照顾后 便匆忙赶回了家中 而另一边的红士贤洗完澡后 发现爱丽竟穿上了品如的睡衣 甚至故意喷了品如的香水 美其名曰是要将刺激贯彻到底 哪个男人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她迫不及待地抱起爱丽准备去做游戏 而这时品如也刚好赶 听着楼上传来不堪弱的声音 她的心瞬间跌入谷底 双腿像灌满了牵一般 颤颤巍巍地走到卧室门前 虽然开门前她早已做好了最坏的预想 可当开门后看着床上难舍难分的两人 时她还是心痛到无法呼吸 失去理智的品如失控的上前和爱丽扭打在一起 眼看两人打的难舍难分 直到这时红士贤才站了 但她这次却并没有站在品如这边 而是一把将她推了出 怀有身孕的品如顿绝小腹传来一股专心的刺 可红士贤却认为品如是在假装肚子痛来博取她的同情 直到看到品如双腿满是鲜血时 红士贤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而一旁的爱丽却露出一副得逞的笑容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故意设计的 目的就是借红士贤的手让品如流产 这样不但能害死品如的孩子 甚至还能因此离间两人的感情 以此来达到离婚的目 然而她的算盘最终还是落骨 品如的孩子非但没有失去 反而因此获得了红家全家人的呵护 就连红士贤也因为心中的愧疚 对品如关怀备至 也因此有了和爱丽分手的面子 意识到这点的爱丽瞬间慌了 她急忙表示自己也可以为她生孩子 你要还原我就早别了你 即便红士贤如此绝情可爱丽却依旧不可放弃 她竟想要趁品如住院期间纠战雀巢 而品如似乎也想到了这个 于是坚定拒绝了妈妈要接她回家的想法 果然不出所料 当她出院回家赫然发现 爱丽竟甜不知耻地穿着自己的围裙 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架势在厨房里忙碌着 这让一向好脾气的品如瞬间抓狂 直接将所有饭菜全都倒进垃圾桶里 而爱丽也不甘示弱 两人就这样再次扭打在一起 而这一幕刚好被赶回家的公公看了正照 她这才意识到儿子外面的女人 竟然是儿媳妇哥哥的女朋友 银路之下又将红世贤暴打了一顿 而此时的爱丽却依旧厚着脸皮不肯离去 甚至嚣张地给了宝莲一巴掌 可她毕竟孤身一人 最终还是被宝莲和世贤两人给轰了出来 可即便如此爱丽却依旧不打算放弃 这画面怎么看上去多多少少有些励志的感觉 如果她能把这份精力用在工作上 相信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但她却偏偏试着恋爱脑 为了能抓住世贤的心 她竟再次放出了大招 可不就 爸爸哈 不愧是人间清醒红世贤 总能精准地插向爱丽的废管 这可把爱丽给气坏了 挥舞着小泉泉就要教训红世贤 谁知这时林逸德恰好来给爱丽送宵夜 无意间看到爱丽和红世贤的亲力照挂在门上 原本还有几分醉意的林逸德瞬间清醒 而这时爱丽和红世贤刚好从屋内走了出来 林逸德一见两人有说有笑地紧紧依偎在一起 瞬间两眼冒乎 失去理智的她直接将红世贤拖到了天台上 要和她同归于尽就在这危机关头 爱丽抄起一块板砖毫不犹豫地砸向了林逸 也许是患难见真情 经过林逸德这么一茂 红世贤不但对爱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更是直接默认了儿子伤恩的存在 然而这时得到消息的品如也赶来了医院 世贤瞬间将所有怒气全都发泄到了品如身上 甚至借题发挥当众提出了离婚 扬言要和这个有暴力倾向的家庭彻底决裂 见世贤这副态度 爱丽立马得意地跳出来想要刷存在你 谁知却遭到失心的一顿羞辱 可即便如此爱丽依旧厚着脸皮不肯离去 甚至还扬言日后要抚养品如的孩子 这让红妇更加怒不可遏直接下达了逐客令 爱丽这后脸皮真的是无敌了 一番不要脸的言论让红家人彻底乌鱼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小男孩却突然出现 就在大家还在镇军之地 爱丽却又开始飙起了演技 她哭着请求红妇公母能够接纳自己和儿子 听到爱丽的哭诉红世贤满脸心疼 当即表示自己必须和品如离婚 绝不能让自己的儿子继续流离失所 听着世贤绝情的话语品如彻底绝望了 伤心无助的她只能暂时回到娘家生活 而这边的爱丽却想要趁热她 她丝毫不顾及还没有权益的世贤 直接给她办理了出院手续 让她带自己回家 甚至鼓动世贤起诉林毅 以此来拿捏品如逼她离婚 说不定还能夺回品如孩子的抚养权 她可不想让品如手中有任何筹码可以翻身 尚有一丝良知的红世贤本还有些犹豫 可回到家中后红妇却依旧不肯接受爱丽 于是爱丽再次秀起了演技 哭哭啼啼地就要带着上恩离海 这让红世贤立即升起了保护欲 当即就决定起诉林毅 尽快离婚好给爱丽一个名分 就这样林毅得被警方带走了 情急之下品如只好来到红家 呼着祈求世贤能够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方 各个一条生路 可早已被爱丽迷得神魂颠倒的红世贤 却连头都没回就直接拒绝了 红母和爱丽更是直接将她赶出了家门 然而就当他们以为胜券在卧室 警方却突然找到了爱丽 爱丽听完瞬间慌了 如果承认是世贤伤了林毅得 那么想要以此拿捏品如逼她离婚的计划就破灭了 但如果承认是自己伤了林毅得 那么自己也要跟着吃牢饭 就在她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林毅得这个恋爱脑筋主动揽下了所有罪责 声称她头上的伤都是自己造成的 不得不说有这样一个脚屎棍哥哥 真的是品如的悲哀 原来自从品如得知爱丽和世贤早在五年前就背叛了自己后 就心灰意冷地当回了娘家 谁知这天公公却突然找到她 表示自己如今年事已高 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宝林 她知道品如一直对宝莲都很好 所以打算等到自己老了后将宝莲托付给品如照顾 自己已经以宝人的名义买下了两家店铺 如今一并交给品如保管 并一再叮嘱此事一定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殊不知两人的谈话刚好对红母听个正招 转头这个可恶的老太婆就将此事告诉了世贤和爱丽两人 爱丽听完瞬间明白 自己要想成功嫁进红家单纯靠世贤还是不行的 必须得到红父的认可才可以 而得到红父认可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对品如产生厌恶 于是一个恶毒的想法瞬间在他脑海中浮现 他让世贤找到红父的律师 利用超能力威逼力又逼迫他将产权症更改成了品如 果然当红父得知后立即大发雷霆 无论品如如何解释依旧无济于事 直接无情地将他赶出了红家 没有了红父的支持 红世贤又趁机刺激品如 表示林义德已经被移交给了法院 如果他再不答应离婚 忍耐之下品如只能心有不甘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第二天红世贤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品如来到了民政局 然而就当两人出来后 一辆豪华轿车却出现在他们面前 原来是红父冷静下来后 开始怀疑品如似乎是被冤枉的 可就当他想要让手下去彻查此事时 谁知却收到了尚恩的亲子鉴定告告 看到尚恩的确是世贤的孩子后 红父最终还是妥协 可毕竟品如肚子里还怀着红家的金孙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红家的子孙流落在外的 于是便决定让品如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品如不可置信地探着功能 他怎么也无法相信曾经对自己疼爱有加的功果 如今会变成面前这个冷酷无情的男人 所以说红父才是整个剧中最恶心的存在 看似对品如不错 可当婆婆欺负她时 她也只是开口说几句不通不养的话 而当真正触碰到红家的利益时 更是不分轻逢造白的就认定品如是小偷 如今甚至还要抢走品如的海 好在品如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然而爱丽却误以为红父要将所有遗产全都留给品如的海 他愤怒地找到品如智慧 意识到自己努力了这么久 结果竹篮打水一场风 气急败坏的爱丽索性也不再继续装申情了 将所有怒气全都发泄到了红世贤身 世贤为了能安抚爱丽的情绪 竟脱口而出说自己早就想让品如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然而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他的话瞬间提醒了爱丽 那天尚恩无意间打碎了红父最心爱的花团 本就不太喜欢他的红父下意识地训斥了几句 谁知世贤却干言起了慈父的角色 毫不客气地回对父亲就是个老公图 亲孙子还比不上一个破花 被世贤激怒了的红父遗气之下竟真的给律师打去了电话 表示要将所有遗产全部都留给品如的海 殊不知他意识冲动的话却给品如带来了灭顶之灾 爱丽得知此事后顿时心下大惊 他竟以儿子尚恩的未来为要挟 逼迫红世贤尽快想办法 可世贤深知父亲的脾气 一旦他认定的是谁也无法改变 违京之际只能劝说品如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然而当他将品如骗到医院后 一向温柔的品如听到后却激动不如 大骂红世贤猪狗不如 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吓得去手 无奈之下红世贤只好将品如带到他最喜欢的海边 想要以此来讨好品如让他改变主意 可他却低估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 无论他如何劝说品如依旧不肯妥协 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品如竟登上了一艘小船 而红世贤也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看到伤心流泪的品如 红世贤有些不忍地将他揽入怀中 谁知两人禁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 等到两人醒来后才发现 小船竟跳到了海中央 更恐怖的是船上还没有船紧 无奈之下两人只好决定用手划回岸边 然而品如却犹疑过度紧张 一不小心竟跌入了海中 世贤知道品如怕什么 没有丝毫犹豫地直接跳了下去 然而却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无法接近 而这时爱丽也赶过来 看到这副场景顿时心中有了一个恶毒的念头 很快品如便消失不见了 体力不支的红世贤只能先游回岸边准备报警救人 可恶毒的爱丽却恐怖他 品如不会游泳 即便救回来也是凶多吉省 而警察也一定认为是他把品如飞进海里 到时候肯定会被抓去坐牢了 一番添油加醋下世贤最终还是犹豫 这爱丽便打来一桶水淡定地清洗着轮胎上的沙 并一再提醒世贤一旦也没问题 就说他一整天都和自己在一起 绝不能承认自己去不喊天 就这样红世贤彻底落入了爱丽的圈套中 然而回到家中的世贤却陷入了噩梦当中 梦中品如哭着问他为什么不救 深深的恐惧感不断地折磨着他 殊不知此时的品如却并没有死 而是被一个男人救了下来 虽然命是保住了 可他的孩子却永远地离开了 丧子之痛让品如实在难以接受 失魂落魄地他来到了天桥上 打算跟随孩子一同离去 然而就在这时他的脑海中 却浮现出自己落水时的场景 一股怨恨突然涌上醒头 有了活下去的动力后 品如便开始拼命工作赚钱 白天在医院打扫卫生 晚上就去夜市帮忙洗碗 然而就当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报仇雪混事 谁知红世贤却找到了 虽然他及时转了过去 但丈夫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背影 这位背影太想起 惊慌失措的品如急忙拔腿就好 而世贤则紧随气候追了上去 然而慌乱中品如却跑进了一个死屋 情急之下他毫不犹豫地从三楼一跃而下 谁知却不小心踢翻了地上的火盆 一瞬间炙热的火焰在他腿上蔓延开了 尽管钻心的疼痛让他冷汗直流 可他却不敢发出丝毫声响 如果一旦被红世贤发现自己还活着 那么他的复仇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好不容易拖着受伤的腿回到医院后 品如强忍疼痛处理着伤口 可追星般的疼痛却让他无法承受地晕了过去 而另一边品如的母亲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后 直接杀到了红家 然而面对品如妈妈的职责 红世贤却谎称自己和品如离婚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红母更是恶毒地怒骂着 就算他真的死了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两人瞬间扭打到一起 和品如妈妈毕竟孤身一人势单力薄 被世贤和世贤两人拉出了屋内 直到这世红世贤还在睁眼说瞎话的指天发誓 自己对品如的死真的一无所知 然而就在这世红女却再次跳出来恶以相抢 你们自己没管好女儿关我们什么事 说完就一脸嫌弃地将世贤拉进了屋内 好在世心上有一丝良知安慰了一番后方才离去了 自此之后品如妈妈就开始整日恍恍惚惚惚 每天都会站在门口等着品如回家 她怎么也不肯相信那么坚强懂事的女儿 会撇下他们老两口去自杀 也许老天爷也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给他们带来一线希望 一位邻居阿姨告诉品如妈妈 品如出世那天她曾看到红世贤开车接走了品如 林家人立马察觉品如的死一定和红世贤脱不了干系 于是林义德立即想要找红世贤对质 可红世贤却适口否认 谎称自己一整天都和爱丽在一起 说完就心虚地开车离开了 愤怒的林义德又想找爱丽问得清楚 可爱丽却早就得到风声躲了起来 无奈之下义德只好来到爱丽的公寓 谁知却遇到独自一人在家的尚恩 虽然自己恨死了红家人 可看着哭得惨兮兮的尚恩 义德终究有些于心不忍 只好暂时先带她离开 然而尚恩的突然失踪 却引起了红家人的恐慌 就连印象不太喜欢她的红妇都不免有些紧张 而当义德想要打电话通知爱丽时 爱丽却误以为她是因为品如的事情来骚扰自己 于是直接无情地挂断了电话 无奈之下义德只好先将孩子带回家中 又给红世贤打去电话 两人得知孩子在林义德手中立马慌张地来到林家 一进门爱丽就二话不说地给了林义德一巴掌 更是扬言要告她管卖儿童 可红世贤却担心报警会牵扯出自己害死品毒的事情 急忙拉着爱丽想要离开 可义德却并不打算让她离开 拉着她就要找邻居阿姨当面对质 然而当阿姨在指认过程中 爱丽和红世贤却故意诱导威胁她 如果作伪证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一番威逼力诱下邻居阿姨不由地开始害怕 谎称自己年纪大了实在记不清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样断了 然而此事却提醒了红世贤和爱丽两人 如果林家人一直这样追查下去 说不定每天真让他们找到蛛丝马迹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为了勇绝后患爱丽再次萌生出恶毒的念党 然而还没等她开始有所行动 红世贤却迫不及待地向爱丽求婚了 看着甜蜜拥吻的两人 品如眼中迸射出滔天的恨人 她绝不能让爱丽如此得意 就在爱丽还沉浸在刚刚的幸福中时 却收到了品如寄来的一张残缺的结婚照 爱丽以为是林逸德想用这种幼稚的方法来吓唬她 气急半坏的她直接带着保镖来到林家 扬言要赶走抚养她长大的养父母 甚至还对两位老人大打出手 被逼无奈的林母只好找到曾经的雇主求助 然而当高红得知林母口中的渣男前女婿 竟然是红国荣的儿子时顿时惊讶不如 原来红国荣竟是高红的前夫 几十年前她利用高红夺走高家的土地 害得她家破人亡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想到这里高红立即决定帮林家人租下房子 不仅如此 她还要和他们一起联手成立一家地产公司 彻底搞垮红国荣 而另一边的爱丽却过得差强人意 每天装成一副好儿媳的模样 公公敬敬地伺候着一大家子 却始终得不到红富的任劳 不过爱丽这个心机表属是有点小生命的 她竟想到通过假孕的方式来逼迫红富点头红 然而红富毕竟是酒精沙场的老油条 这点小把戏又岂能逃过她的法衣 于是当红侍贤表示要带爱丽去医院检查时 红富便让自己的贴身秘书跟随他们一起去 然而当爱丽得知后却没有丝毫慌张 反而一脸淡定地安慰着侍贤 几人来到医院后 爱丽便要去厕所为借口支开了秘书 随后又趁人不注意偷偷将一名孕妇的尿液倒进自己的杯中 就这样爱丽成功怀孕了 红富也不得不同意两年的婚事 可这却遭到了世心和宝莲两人的强烈反对 尽管如此两人也依旧能能阻止爱丽这个心机表嫁入同家 而另一边的品渔却在无意间看到了彩妆大赛的海报 然而就当她准备去报名时却意外提到爱丽要结婚的消息 两人的表情像极了我和我那极其八卦的闺女 然而此时的品渔却没任何心情去操心这些 她一门心思只想要赢得彩妆比赛 然而当她要填写报名表时却犹豫了 她不想再用林品渔这个名字 忽然她想到了高文燕的妹妹 你妹妹的名字就深深高深深的 董事长主持彩妆比赛时 却意外听到已经去世女儿的名字 这让她瞬间对面前的女孩有了些许好感 虽然女孩看上去很普通 并不符合此次比赛的标准 可董事长却依旧决定再给她一次机会 让她重新化好妆再来比赛 然而当品渔再次出现时 所有评委依旧认为品渔的化妆技术很一般 直到她掀开裙子露出大嘴 接着用卸妆湿巾开始轻轻擦拭 在所有人好奇的目光下 原本光洁无暇的大腿上 竟出现了一枚触目惊心的伤疤 这逆天的遮瑕技术 瞬间获得了所有品渔的一致好评 就这样品渔成功获得了比赛冠军 然而她却拒绝了去巴黎深造的机会 只是请求公司给自己安排一个住的地方 和一份工作就可以 高洪虽有些疑惑 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而今天也刚好是艾莉和事贤大婚的日子 品如看着两人甜蜜的结婚照 那滔天的恨意再次有伤心头 她决定要送两人一份大礼 你们看 这副子里没有了 没办法这是 是不是你 不是我 红弩突然想起刚刚林逸德来过 于是便以为是她在蓄意报复 然而还没等几人从愤怒中回过神来 艾莉却慌张地跑过来 声称自己的捧花不见了 众人下意识地以为 肯定还是林逸德干的好事 殊不知品如正拿着艾莉的捧花 在卫生间肆意发泄着 工作人员好不容易重新买来一束捧花 谁知却瞬间点燃了艾莉的怒 这就连两个花也能拿给我 自己处心几率好不容易抢来的这场婚礼 如今却搞成这副鬼样子 让她怎能不崩溃 然而她的这种泼妇行为 却引来了红富的不满 又这样艾莉无比憋屈地 完成了这场滑稽的婚礼 可让她更糟心地还在后头 红富红母以怀孕为友 强制取消了艾莉期待已久的蜜月旅行 这下她彻底崩溃了 可她又没任何理由反驳 谁让这是她自己造的面 红世贤好不容易将她哄好了 正准备好好亲热一番食物 宝莲却又送了她一份惊喜 你有病啊 这里是品如的房间 连绝对是艾莉的可心 总能精准地找准她的雷区 红母终于如愿以偿赶走品如 换了个新衣的儿媳妇 然而第二天她就开始后悔 婚前温柔体贴的艾莉婚后 却原形毕露 每天不是睡到日上三杆 就是假装孕兔让婆婆照顾自己 全家人每天只能靠吃和饭度日 而艾莉和世贤却跑去喝红酒吃法餐 活得那叫一个滋润 而红奴可就惨了 晚上要照顾上门 白天又要打扫卫生伺候一大家子 堂堂总裁夫人却活成了老妈子 果然应了那句老话 恶人自有恶人魔 而另一边的品如 却开始了崭新的人生 高红决定将她接回自己家中 因为品如报名 使用了珊珊的名字 这让她总觉得是 冥冥之中上天赐予的缘分 然而当品如住进高家后 才得知高珊珊竟然是高红的女儿 而自己的救命恩人高文燕 还是高红的养子 尽管在品如的一再哀求下 文燕并没有第一时间 拆穿她的真实身份 可只终究还是包不住 当高红得知品如 冒用自己女儿的名字时 当即愤怒地将她赶出了家门 丝毫没给品如任何解释的机会 无家可归的品如 只好在门口睡了一夜 等到第二天高红发现 她时她早已昏迷不醒 有些心软的高红急忙 将她带回屋内 醒来后的品如无奈之下 终于说出了事情 这悲惨的遭遇 不禁让高红对她同情不已 事后为了验证品如的话 高红找到了品如妈妈 在确认品如就是红国荣的儿媳后 心中顿时萌生出一个 大胆的复仇计划 而复仇的第一步 就是要将品如彻底赶头换命 然而当高红看到品如的穿搭后 顿时一个头两个 这辣眼睛的穿搭 让她很难想象 她曾是豪门少奶奶 好在最终品如终于 选了一套勉强过得去的套装 自此之后品如便开始了各种学习 跳舞绘画外语高尔夫 一切贵族必须的技能 她一样也没落下 可唯独游泳 她始终无法克制内心的恐惧 就在她犹豫不决不敢下水时 竟无意间看到了红世贤 情急之下 她只好硬着头皮跳入水中 而这也让她有了第一次的报复机会 品如故意让服务员 给红世贤送饮料时 装作不经意间撒到她的身上 而她则躲在不远处 偷偷将这一幕拍下 不得不说品如绝对有当狗仔的天赋 这抓拍角度 任谁看了都要浮想明天 果然当爱丽看到照片后瞬间抓狂 她怒不可遏地就要去找世贤算账 谁知却在等红绿灯时 无意间看到了品无和文艳 这突如其来的报机属是吓得她不轻 以至于当她想要追上去一探究竟时 竟忘了有执行和左转这么一说 也不知是她的驾驶技术有问题 还是编剧脑壁有问题 最终的结果就是两辆车 朝着两个方向驶去 虽然心中满是疑惑 但此时的爱丽也顾不上去 因为现在她满脑子只想 手撕了红世贤这个渣男 然而当她来到公司时 秘书却告诉她红世贤并不在 无处发泄的爱丽将所有怒气 全都发泄到了秘书身上 谁知却被恰巧路过的公公刚好看了 她怒视爱丽不要像个泼妇一般随意撒泼 爱丽本想像品渔一样获得公公的支持 哪曾想公公却直说她废管 她就是因为风流才会有你嘛 气急败坏的爱丽对着公公 无能咆哮了一番后直接离开 而另一边全然不知的品渔 却正在和文艳学着游泳 这仰眼的画面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小情侣在鸳鸯汽水 要不你出来换点赞的吉美门演艺集 自此之后爱丽就像是跟屁虫一样 走到哪里都跟着事情 红世贤什么德行她最清楚不过 她绝不会让别的女人将她从自己身边抢走 谁知品如和文艳也来到了游泳馆 看到红世贤她瞬间慌了 而红世贤似乎也注意到了他们这边 品如急忙告诉文艳那个男人 就是自己的渣男前途 眼看两人就要走过来 情急之下文艳只好朝品如的嘴吻上去 可即便如此红世贤却争不肯离去 最终还是爱丽害怕她花心的脑脑病 再犯拉着她离开了 虽然品如成功躲过一几 可她却深知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自己早晚会被拆穿 她必须尽快完成蜕变 快一步走向那个渣男 随后的日子里品如更加刻苦地学习 拼了命地学习各种技能 在她的不懈努力下 品如终于如愿以堂 从一个不休蝙蝠的家庭主妇 成功蜕变成了复斑茂美的气质女神 而这一刻也正式开启了她的复仇之力 前红世贤应邀来参加金董事的金婚派对 然而就当她在酒会上百无聊赖之时 一抹靓丽的身影却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可下一秒她就直接愣在了原地 只因女人的长相竟和死去的品如一模一样 她本以为可能是自己喝多了出现的幻觉 然而当她来到洗手间打算清醒一下时 刚刚的女人却突然闯进来 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是男洗手间 这下红世贤的酒意彻底小 她急忙追了出去 说着她就拉起品如的手 想要确认她手中的胎记 可却没看到任何痕迹 就在她疑惑不解释 金董夫妻俩听到沈香走得出来 品如急忙上前寒暄 并装作无意间露出大腿上的伤疤 这下红世贤终于相信眼前的人并不是品如 于是急忙向她道歉 为了彰显自己的用递 红世贤就差把自己说成是旭风建设的董事长了 然而打脸却来得如此之快 几个因红世贤投资失败的人 气势汹汹地找到她 二话不说就将一杯红酒 泼在了世贤身上 品如健壮立马起身为她打包布 好在最后在金董夫妻的威力下 对方乖乖向世贤道了歉 事后品如又非常体贴地 将事先准备好的衣服给世贤换上 谎称是准备给哥哥的礼物 但这画面却总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果然回到家中后 艾莉立马发现了不对劲 毕竟这些伎俩都是她曾用过 虽然世贤找借口不弄地过去 可艾莉又启能相信 然而此时的她已经没有过多精力 去看着红世贤了 因为她的美容院 已经在品如和高红的打压下 开始路过输出了 为了能继续支撑下去 艾莉竟挑唆红母出钱投资 贪财的红母在艾莉的诱惑下 将自己所有身家全部拿了出 殊不知两人已经开始 一步步落入品如的圈套 另一边的品如趁热打铁 故意假装路过世贤上班的地方 随后品如装作为难地表示 自己要去舞蹈室可却打不到车 红世贤立马献殷勤地表示 自己愿意送她 下车时品如故意将外套 落在世贤的车上 等到世贤给她送衣服时 又假装不小心摔倒 不着痕迹地给了 红世贤英雄救命的机会 就这样品如顺理成章地 将她带回了家中 而这也是她今天的真正目的 让红世贤看到自己的生活环境 彻底相信自己就是高珊珊 然而这时文艳却打来了电话 原来刚才的一切全被她看在眼里 她命令品如立即赶走红世贤 无奈之下品如只好找借口 让世贤先行离开 等到世贤走后 文艳和品如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她斥责品如正是在萤火烧身 明知红世贤是个烂人 还故意接近她 原来文艳早就在不知不觉中 爱上了品如 品如又怎会感觉不到 可此时她的内心早已被仇恨所占据 于是便狠心地转身离去 然而第二天她又有些心软 于是打算买礼物向文艳道歉 谁知却被红世贤误以为 礼物是送给自己的 甚至还恬不知耻地让品如给自己带上 然而这一幕却刚好被赶来的文艳看到 她误以为是品如故意让自己 看到两人之间的暧昧 男人第一次约会 就带着女友来到了游泳池 目的就是为了验证 她是不是已经去世的妻子 看着品如宛如美人一般的影子 红世贤彻底相信她不是林品如 品如从小就怕水 别说是游泳 就算在水边经过都会胆战心情 意识到这些后 她便开始彻底放飞自我 在水里和品如玩得不亦乐乎 完全忘记了家里还有织母老婆 而品如就是要用曾经爱丽 对待自己的招数来对待她 她倒要看看这个口口声声 爱情至上的女人要如何招架 品如故意在和世贤打闹时 抓上她的后背 这么暧昧地抓痕 任谁看了都会想如飞飞 随后品如又故意送了世贤一瓶香水 而世贤也不负所望地主动要求 品如给自己喷上 甚至还一脸陶醉地闻了又闻 眼看时机成熟 品如故作娇羞于言又止地 向其表达了爱意 见世贤依旧无动于衷 品如只能放出终极大招 装罪跌入世贤怀中 就这样红世贤彻底陷入 品如的温柔香中无法自拔 然而当她恋恋不舍地回到家中时 爱丽却一眼就发现了她身上的变化 虽然世贤全都完美地掩饰了过去 可她后背的抓痕 还是让爱丽瞬间抓破 这件事 你不跟我交代清楚 我跟你没完没了 思打中爱丽无意中 抓破了红世贤的内 这下世贤彻底误 两人因此开始了无休止的冷战 然而这却再次给品如制造了机会 当世贤打电话约她去公司时 临走前她故意以历史的身份 给爱丽打去电话 谎称世贤身体不舒服 让爱丽来接她回家 等到来到办公室后 品如又故意将口纹留在杯子上 接着装作不经意间摆出妖劳的姿态 这让早就蠢蠢欲动的世贤 再也把视不住了 抱住品如就往上去 然而就在关键时刻 品如却装成被吓到的模样 直接逃走了 出门时刚好看到赶来的爱丽 她又怎能错过这期待已久的时刻 爱丽一进办公室 就看到了杯子上的口 一气之下 直接将杯子砸了个粉碎 宛如泼妇一般发泄着力气 看到这一幕的品如很是过瘾 然而她似乎还觉得不太够 又贴心地给爱丽送了份大礼 当爱丽看到她发给世贤的短信内容后 瞬间气着 所以说后期爱丽得闭 大代率就是被这样气出来 品如知道这时的红世贤 已经完全上钩了 于是便开始了疫情故作 故意不接电话里面的信息 这一操作让红世贤瞬间上头 就急得抓耳挠塞的世贤 回到家中 却被爱丽关在了门外 成功让爱丽有了危机感之后 品如又找到红世贤 装出满脸痛苦的样子 提出了分手 表示自己虽然很爱她 但面对心狠手辣的爱丽 她还是不想让世贤为难 这乖巧懂是委屈求全的模样 让红世贤更加欲罢不明 很快世贤就喝醉 而品如却直接将她丢在了酒吧 但临走时还是好心地通知了爱丽 并且不小心遗留下自己的明天 果然当爱丽看到明天时 瞬间暴露 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 珊珊的公司闹事 可面对如此嚣张的爱丽 珊珊却不怒也不能 只是淡淡地解释 自己偶遇事嫌喝醉 好心让酒保通知家人来接 难道这也有错 如果两人真有奸情 那么就不应该在家里 而是在酒店了 一方话语的爱丽半天说不出话 可品如却继续补刀道 我早就听说 你和红先生的婚姻 岌岌所谓 从你现在的表现中的看出来 这并不是空缺懒的 一方话气的爱丽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当长音贵 她强装镇定地放了两句狠话后 就想离开 可珊珊却并不想这么容易放过她 昨天晚上 我帮红先生付的酒钱 请你还给我 爱丽有些不懈地准备掏钱 谁知却发现钱包里 竟只有零零散散的几张模样 看完传闻说的没错 越界传说 维纳斯最近经营困难 就整不灵 没想到都是真的 就这样爱丽再一次败下阵了 而此时的红世贤也开始对爱丽产生了厌烦 爱丽整天一身一鬼歇斯底里 但凡自己和珊珊真有点什么也无话可说了 毕竟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可如今自己连吃都没吃到 珊珊就不理她了 正在她郁闷不已时 却得知了爱丽大闹珊珊公司的事情 这让她的怒气直瞬间飙升 直接杀到爱丽公司对她破口大骂 爱丽还试图用老招数挽回世贤的心 可她却不知道 当一个男人不爱你时 就算你跪在她面前 她也只会觉得你挡了她的路 随后世贤就火急火燎地跑去向珊珊道歉 可珊珊却狠狠拒绝了她 被拒绝的世贤难过地差点突出来 不得不说珊珊这招欲情不纵将红世贤拿捏得死 这副为情所伤的模样谁看了不心疼 可她的眼泪换来的却是珊珊无情的嘲笑 听着世贤生生肺腑的情话 品如一脸嫌弃 随后两人便来到了酒店 品如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她明白自己已经没有脆路 轻轻擦掉眼角的泪痕后 她便来到了世贤身边 急不可耐的红世贤 立刻使出了男人的经典话术 我爱你 我只想抱着你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 一步步试探后就直接吻了上去 品如满脸嫌污地推开她 谎称自己有点紧张 让她出去买瓶红酒 此时的红世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但她也只能乖乖照做 等到红世贤开心地买完酒回来后 却看到了她最不想见到的人 我听跪在上了人书 你是跟你太太一起来 除了我这个太太之外 不知道你还有几个太太 说完丝毫没给红世贤解释的机会 直接从床上拿出了丝袜和口 可红世贤却依旧狡辩 可能是上一任房客落下 谁知下一秒却被啪啪打脸 红世贤瞬间无言以对 两人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接连几次都是到了关键时刻被打染 无比郁闷的红世贤一个人喝着闷酒 然而这时珊珊却再次出现 含情默默地表示 这或许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谜 接着便主动给世贤表演了一段舞蹈 这妖劳的舞姿瞬间 让红世贤看得心里痒痒的 暧昧的气氛都到这儿 不去开个房属时有点可惜 虽然此时的红世贤已经万罪如迷 可品如仍不放心地 在酒中偷偷放了一点佐料 没过一会儿红世贤就彻底不显人事 挺如急忙将她扶到床上 用她的手机360度无死角的各种摆拍 随后便心里异足地将照片发给了艾莉 正名惶惶地挑衅瞬间把艾莉给气炸 于是气势汹汹地杀到了酒店 谁知刚好遇到从房间里走出来的品质 可面对艾莉的歇斯底里 挺如却淡定自若 甚至十分大方地将房卡扔给了艾莉 如果是你想要的男人 我还给你 你去拿 但是你别忘了 以前你也抢过别人的老公 这贫如的影子 可此时的她却根本顾不上这些 满脑子只想亲手撕了红世贤那个渣男 这一巴掌彻底惹怒了红世贤 两人扭顶过程中 红世贤直接将艾莉一把推到了墙上 然而就在这时酒店工作人员却走进来 先生这是您点的醒酒茶 什么时候点的是酒茶 这是刚刚和您在一起的我小姐点 我出去 此时工作人员内心估计一万头草弥马昏了 本来上班就完还遇到这一对癫功癫婆 意识到自己好不容易抢来的婚姻即将不保持 无奈的艾莉只好求助于红妇红女 哪曾想全家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她 这下彻底惹怒了艾莉 直接将红世贤害死品如的事给抖了出来 红女听完瞬间慌了 直到这时她才想起劝说儿子要安分守己 可也只是担心艾莉会苟急跳墙将世贤给抓进去 丝毫没有意识到儿子这种见义思迁的行为本身就是错误 所以红世贤之所以这么没有底线 很大一部分责任都是因为红女的无差别厉害 而红世贤经过母亲这么一提醒方才清醒过 有些后怕的她急忙找到品如提出了分数 这让品如顿时心下宝经 难道自己的复仇之路真的就要到此为止 自从宝莲在婚礼上见过林义德之后 她对义德的思念便一发不可收拾 为了能见到林义德 宝莲特意给她打句电话 声称家里还有好多品如的东西 义德听后急忙前往 哪曾想尽只是一些筷子和碗 感觉自己被戏耍的林义德起身就要离开 宝莲急忙紧追不舍地追了上去 然而就在过马路时一辆汽车突然急驰而来 眼看就要撞上宝莲 好在义德反应迅速一把将她推了出去 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可当她将宝莲送回红家时 却被恶婆不诬陷是她弄伤了宝莲 说什么也不肯放她离开 红国荣得知此事后更是愤怒不已 二话不说就给了义德一拳 等到她从宝莲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或顿时暗了故意 于是第二天就带着礼品来到林家向义德表达了歉意 可林家却直接将她赶了出去 临走时她无意间看到桌子上放着的建筑材料报价单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她主动提出要购买他们的材料 殊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走进了高红为她设下的圈套 然而自此之后宝莲在家便整日茶不思饭不想 甚至有了假性怀孕的征兆 无奈之下红国荣只好找到义德 拜托她帮忙照顾宝莲几天 义德想到品卢在红家时 只有宝莲对她还不错 于是也只能勉强答应下来 因为自己忙着工作 义德只好将宝莲带回家中 谁知却在这里遇见了高红 不知为何高红一见到宝莲就有一种说不上的亲切感 殊不知眼前的正是她寻找多年的亲生意 得知高红是做美女 宝莲便求着林姆带自己去做保养 因为她要打扮的美女 这样品卢哥哥才会喜欢自己 被她求得有些不耐烦的林姆只好勉强答应 爱丽为了能够打败品卢的美容中心 也决定出一款保养品 可她只是精通彩妆方面 护肤方面可谓一窍不通 于是她竟想到了挂羊头卖狗肉 将一款法国进口的护肤品贴上了自己的标签 就当她得意地以为自己胜券在卧室 殊不知正一步步走向深渊 另一边的红国荣也对珊珊产生了兴趣 她倒要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让自己都束手无策的心机表 爱丽气到毫无还手之力 然而当她看清珊珊的容貌后 着实吓了一跳 她谨慎地询问着珊珊的家庭情况 珊珊没有丝毫犹豫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虽然她回答得滴水不漏 但红国荣总感觉有些隐秘的不安 于是她让秘书去彻查一下珊珊的家庭情况 最好是能弄到她大学时期的照片 不愧是老吴里竟然还能起来这些 好在当文件传送过来是文艳刚好来办公室送图纸 她看到文件的内容顿时明白了一切 于是立即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珊珊 珊珊听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急忙将自己的照片辟到资料上去 好在最终有惊无险 红国荣看到处理后的资料后 这才相信高珊珊并不是林品如 虽然这边的问题解决了 可新的问题却再次出过 原本要和品如签约的试画公司 竟然改变主意跑去和爱丽的美容中心合作 这让品如心中疑惑不解 以爱丽的能力根本无法自主研发保养品 可就当她打开爱丽所研发的产品 心中顿时有了答案 爱丽的这款产品无论从气味还是色泽 都和法国的一个小众品牌的化妆品如出一辙 意识到爱丽竟然想要偷梁换主 品如却并没有直接拆穿它 而是打电话提醒世华的工作人员 爱丽的风情一直不是很好 这么大的合作还是找个有身份的担保人比较稳定 爱丽接到通知后便把主意打到了世贤身上 她哄骗世贤签下了担保协议 然而第二天红国荣就从世贤口中得知了此事 作为商场老手她深知担保人要承担的风险巨大 当即就要求爱丽去把担保人换主 并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还让公司的律师和秘书一天前往 这下把爱丽所有的费路全都断了 气急败坏的她立即给世贤打去电话 将心中所有不满全都发泄到她身上 殊不知此事品如刚好和世贤在一起 听到两人的谈话后 她不作为难地将爱丽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告诉了世贤 这下世贤彻底目 因为她知道一旦此事东窗事发 不但爱丽要完蛋 就连她和洪家也要跟着遭遇 你够有脑子的呀你 说完世贤就向爱丽提出了离婚 无奈之下爱丽只好归在公共命里面 祈求她能拿出三千万来帮自己渡过难关 然而洪国荣生平最痛恨的就是 坑蒙拐骗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别说是三千万 就是三块钱她都不会出 就这样爱丽被赶出了家门 可她却依旧有失误 只要我还是洪世贤一起 你们就得帮我一起收拾赖盘子 然而就当她来到公司时 却收到了法院的谈订 如果她无法及时支付违约金 那么法院就会依法对美容中心进行拍卖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爱丽瞬间抓跑 无处发现了她将办公室砸了的稀巴烂 就在她濒临崩溃时 洪国荣却主动找到她 爱丽顿时喜出望外 哪曾想公共禁递给她一张离婚协议书 表示只要她肯离婚并且放弃上恩的抚养权 自己就替她偿还那三千万的违约金 否则就等着进监狱吧 无论爱丽如何哀求 公共依旧不为所动 然而面对公共的铁石形长 爱丽却依旧不肯放 她竟找到林一德 以死为妖邪逼她去绑架高珊珊 谎称自己只是想拖住她以此来争取上恩的抚养权 也许是因为脑袋太大 林一德竟真的相信了爱丽的谱话 随后爱丽便偷走高文燕的手机给珊珊发去信息 将她约到了郊外的废弃楼里 等到品如赶到后就被身后的林一德打晕了过去 而导演也不让她看清品如的长相 两兄妹就这样完美的错过 而另一边的文燕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之后 立刻想起白天爱丽来过自己的办公室 于是急忙给红侍贤打去电话 侍贤立马猜到珊珊的失踪肯定和爱丽有关 果然在她包中发现了高文燕的手机和信息 然而即便如此爱丽却依旧失口否认 这让侍贤的怒气值瞬间飙升 好在家人听到声响打破了 这才救了爱丽一命 就在爱丽还想要继续搅辩时 宝莲却从地上捡起了她的手机 发现了她和一德的通话记录 士贤瞬间恍然大 而这时的林一德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思虑再三后便决定去放走高珊珊 谁知一开门却被红士贤一拳打翻在底 随后文燕和士贤根据林一德给出的地址找到了品牌 直到这时爱丽依旧想要搅辩 可此时的红士贤早已对她失去了耐心 直接让警察将她带走 没过几天红博龙竟将爱丽导释了出来 毕竟此时她依旧是红家的儿媳妇 但经此一事后她更加无法继续容忍下去 逼迫爱丽必须和事贤离婚 否则就重新将她送回牢里 无奈之下爱丽只好签字离婚 而白凤更是无情地直接将她赶出了家门 身无分文的她根本无处可去 无奈之下她只能将自己的结婚戒指卖掉 租了一间又脏又小的房子暂时安顿下来 私子心切地她跑回红家 趁保姆不注意偷偷将尚恩带了出来 好在尚恩十分懂事 面对这巨大的落差非但没有任何嫌弃 反而乖巧地安慰着爱丽 贴心的话语让爱丽愧疚不语 为了不让尚恩跟着自己吃馈 她决定出去寻找工作 然而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她在美容行业的名声早已臭名昭著 竟没有一家店愿意聘请她 当她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时 却看到尚恩倒在了血泊中 原来她走之后 懂事的尚恩便想帮忙擦窗户 谁知却一不小心从桌子上摔了下来 碎玻璃刚好划破了她的小肚 实在不明白爱丽和红士贤这样的人 怎么能生出尚恩这么乖巧懂事的儿子呢 爱丽惊慌失措地背着尚恩赶往医院 谁知却在途中被赶来寻找尚恩的红家人给发现了 看到受伤的尚恩红士贤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责骂 就这样爱丽眼睁睁看着儿子被红家人抢走却无能为力 而更让她崩溃的是 这一幕静群被自己最痛恨的高山山看在眼里 无比颓废地她跟着品儒来到了维纳斯 一进门品儒就杀人诛心地向爱丽炫耀着这里的一切 就在爱丽忍无可忍识 她又话锋一传 表示自己愿意聘请她来这里工作 爱丽下意识地想要拒绝 可想到儿子尚恩她又不得不妥协 然而下一秒她就后悔了自己的决定 我会安排你先去打扫卫生 看来你还是没有搞清楚眼前的局势 尽管爱丽都快要气炸了 但为了儿子她也只能委屈求全地答应下 不得不说爱丽虽然人品不好 但确实是个负责任的母亲 而此时另一边的白凤正喜滋滋地为未来亲家挑选的回礼 为了能攀上高红这个豪门亲眼 白凤也是下了血本 50万的钻石眼睛都不眨一下说明就能 然而马上她就笑不出来了 很快就到了两家订婚这天 品如故意找人将此事透露给了爱丽 爱丽听完瞬间气炸 气急败坏地赶往酒店 而这时的白凤却还想着像前两个儿媳一样拿捏一下珊珊 声称珊珊能够嫁给世贤是上辈以修来的福气 看到高红不悦的眼神她立马改口 我们世贤没娶到珊珊这样的女孩 那是我们所上烧高香了 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 白凤急忙将准备好的回礼拿了出来 高红和品如看到后相识一笑 妈 你误会了吧 我妈妈送给你那些珠宝都是高仿的 其实根本不值钱 这下白凤彻底傻眼了 自己竟然拿50万的钻石换了一堆不值钱的高仿货 此时她的表情像吃了苍蝇般难看 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可她又不好当场发作 谁知高红却又趁机补了一刀 这颗拽子 这颗拽子 您真不会是行家 为了缓解尴尬 红世贤急忙提出和珊珊交换戒指 新婚第二天她就送了曾经的恶婆婆一个大惊喜 看着被切得乱七八糟的食材婆婆瞬间变了 婆婆还想继续责怪红世贤却闻声走了过来 她那手机画画了 不是在这一家婆的 果然男人爱不爱你全都在戏间 曾经品如在家中婆婆没少刁难她 可她却从来没帮她说过一句话 而此时被对了的婆婆 也不禁开始怀念起曾经勤劳懂事的品 虽然品如成功骗过所有人 但宝莲的一句话却差点拆穿她的秘密 好在红家人并没有过多在意宝莲的话 可当她去到林家时 却无意中说出了红世贤再婚的消息 甚至还把两人的结婚照拿了出来 林家人一看顿时惊讶不已 立即跑到红家准备要人 可此事还没复仇成功的品如又怎能和父母相认 于是只能含泪将两人打不出去 当天晚上品如就送了红家所有人一份惊喜 全家人看着视频吓出一身冷汗 红世贤更是吓得做了一晚的噩梦 清醒过后的红世贤急忙跑去质问爱丽 然而就在两人纠缠时 林逸德却突然找上门 两人一见面就大打出手 爱丽则趁红世贤不注意偷偷将视频发到了自己的手机上 她本想拿着视频去要挟红国荣将尚恩还给我做 没曾想尽对林逸德无意间看到了视频的内容 在林家人的逼问下 爱丽这才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可她却将一切责任全都推到了红世贤身上 然而红父却是清醒了 你竟然也真是看着情人在海里面 你不去求救 你不去报警 眼看事情无法收场 爱丽趁乱抢走手机逃出了林家 并将此事通知了红世贤 劝说她和自己一起逃往国外 可红世贤却直接找到了品如 品如急忙将她带到家中的地下室 谎称公安局那边已经将她限制出境了 如果这时去机场无疑是自投罗网 不如暂时在这躲避一番 自己去跟她写例 临走时还故意拿走了红世贤的手机 声称避免警察通过手机定位找到她 此时的红世贤已经六声无准 对品如说的话没有丝毫怀疑 甚至还傻乎乎地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殊不知品如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将她求定于此 然而当她回到红家时却又改变了想法 白凤竟然将这一切全都怪到了品如头上 听着白凤恶死的话 品如心中的恨意愈发蒙灭 她要让这些人付出惨痛待遣 曾经风光无限的公子哥 如今却落魄到随地大小便 等到品如来到地下室时一股恶臭瞬间扑面而来 她忍不住翻了个大大的奶奶 在安抚完红世贤的情绪中 她便开始等待爱丽的到来 原来不久前 她故意将红世贤和自己在一起的消息透露给了爱丽 目的就是要让红世贤享受一下逃亡的生活 果然爱丽不负所望地找了过来 一进门品如就故意用言语刺激她 两人争吵间红世贤闻声走得出来 爱丽立即上前质问她 你知不知道 我是为了你 我才怎么这个样子的 一番话瞬间让爱丽扎了毛 她立即将红世贤的位置告诉了林逸德 而品如则假意上前阻拦并提醒世贤赶紧离开 等到两人走后 品如捡起地上世贤一落下的钱包心情无比痛快 自此之后红世贤便犹如过街老鼠般四处逃脱 去公司被林家父母拦截 回家又遭到林逸德的追 当品如看到她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时 心中甭提有多开心了 可她依旧洋装深情地安抚着红世贤继续忍耐下去 毕竟她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万一红世贤忍不住主动去自首 那自己那么多的努力岂不白费 就在她计划着如何进行下一步时 林逸德却为了寻找红世贤的下落找上了她 谁知却无意中听到品如喊高红妈妈 百思不得欺解的她急忙将此事告诉了父母 林母却以为她肯定是看错了 自己曾经在高家当过保姆 高红的女儿她可是见过的 况且高红的女儿在品如通事的那天也跳海自杀了 如今怎么可能又冒出一个女儿来呢 三人推敲一番后不由的开始怀疑 高珊珊就是林品如 然而她们的对话却刚好被爱丽偷听到 这惊天秘密的发现让她兴起若狂 她急忙找到红国荣 声称自己可以证明红世贤没有杀死林品如 但对方要答应让自己和红世贤复婚 并且要将维奈斯重新还给她 说完爱丽便头也不回地离开 如今她只要证明高珊珊就是林品如 那么红世贤是杀人犯的说法就不攻自破 于是当天晚上她就找到白凤将此事告诉了她 爱丽声称高珊珊就是林品如 如果不相信可以给高珊珊喝杯蜂蜜水 到时候就知道答案了 白凤心中虽有疑虑 可第二天她依旧给品如准备了蜂蜜水 甚至还将所有食物全都加了蜂蜜 生怕品如有借口不吃 然而品如却没有丝毫犹豫地喝了下去 甚至还将所有食物全都吃了个遍 看到她没有任何反应 白凤这才放下心来 原来品如早就得到消息偷偷吃了防过敏的药 然而就当白凤在心中痛骂爱丽时 尚恩却因为吃了蜂蜜全身起码恨着 品如意识到自己的身份马上就要瞒不住了 于是便决定加快复仇计划 她先是故意引导林义德找到红世贤 而此时的红世贤已经彻底板烂了 次数躲避没钱吃饭的生活 她一分一秒都过不下去 于是丝毫没有反抗地就跟着林义德去了警察局 而品如则立马找到红国荣将此事告诉她 随后又声泪俱吓地表示自己要去林家 无论如何也要获得对方的谅解 就在红国荣以为红家终于遇到一位好儿媳食 品如却开始了进一步的进步 在高红的陪同向她来到了林家 随后品如便将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妈妈 表示如今自己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复仇 同时她也肯投妈妈立刻去警察局 以林品如自杀为由放了红世贤 林母没有丝毫迟一立马来到了警察局 不顾林父和林义德的阻拦直接将红世贤给放了出来 等到两人回到家后才得知事情的真相 久别重重的一家人抱在一起放声放哭 短暂的交谈过后品如便开始了下一步的复仇计划 她找到红国荣讲述了自己如何身位俱下 获得林家人原谅的过程 红国荣听完感动不已 品如趁机提出让林家承接旭丰建设所有的建筑材料 并且给出相应的补偿 由于此时的红国荣对品如深信不疑 所以她连合同内容都没看着直接签了字 殊不知这已是红家仅有的最后一笔财产 原来早就在很久之前 红世贤这个败家子 无信他人去投资赔了一大笔钱 因为害怕被红国荣发现 无奈之下他只好用公司股份做抵押找高红借钱 可签订合同时品如却偷偷做了手脚 将原定的15%的股份改成了35% 而当时的红世贤由于过于害怕 竟然连合同内容都没看就直接签了字 前不久公司再度出现资金缺口 红国荣让红世贤去银行用工程抵押贷款 可红世贤却害怕东窗事发 于是哄骗白凤用家里的别墅当抵押 再次找到高红借起 红世贤不愧是白凤的好大 坑起妈来那可是没有丝毫手冷 如今的红家早就只剩下了个空壳子 品如知道该是摊牌收网的时候 然而就在这时爱丽却从品如之前的游泳教练那里 得知高珊珊怕水的事实 这更加验证了他心中的猜测 于是急忙跑到世贤公司打算将此事告诉他 谁知却被保安拦在了门外 两人拉着尖他无意间看到了世贤 于是又把主意打到世贤身上 提醒他要小心注意高珊珊这个人 谁知世贤却根本不理他 情急之下他只好放出另一个重磅消息 表示高文艳其实喜欢的人是高珊珊 哪曾想世贤听完却对他更加吃之以理 因为高文艳刚刚才说自己要去拜访女友的父母 难不成他要去拜访自己的美心不成 然而这句话却提醒了爱丽 高文艳的爱的女人是很深深 让她去谁家里 抱着试探的态度她来到了品如家 果然在这里看到了高文艳 因此她更加赌定高珊珊就是林品如 于是她急忙来到宏家 想将此事告诉红世贤 谁知却刚好看到品如和高文艳在一起 爱丽顿觉这是她翻盘的好机会 于是急忙给红世贤发去信息 通知她到门口来看草原现场 红世贤有些纳闷地来到门口 谁知恰好看到品如和文艳相拥 得知被自己害死的好闺女并没有死 爱丽非但不害怕反而一脸 她迷之自信地认为 曾经的林品如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 甚至扬言一定要亲手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殊不知此时的品如早已不是曾经那个软弱的名 既然身份已经暴力 那么也该是她向仇人们讨回公道的时候 当天晚上品如就故意当着红世贤的面 给文艳打去电话 文艳 是我 我也很想你 明天早上我就回去 这明晃晃的绿帽子 让红世贤瞬间失去林志 她疯狂地抓着品如的手 质问她为何背叛自己 品如却反问她当初 为什么不像现在这样抓紧自己的手 林知道她不会游泳却眼睁睁看着她和孩子淹死在海里 品如月术运 红世贤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逃命般地来到了车上 她的脑海中不断回想起品如落海时的场景 然而就在这时 她却从后视镜中看到品如犹如恶魔般一步步向她走 吓得她屁股尿流的汽车而套 收拾完渣男品如又将炮火对准了我 白凤健壮立马训斥品如没有叫哪 如若她不是高红的女儿 哪能嫁入红家享幸福 享幸福 我嫁进这个家五年来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小姐 你咋的是什么 这么快你就把我给忘记了 我林品如到底哪里对不起你 品如的声声质问让白凤激进崩溃 就在这时红国荣听到声音也走过来 品如立即又将炮火对准了她 要不是你污蔑我偷走大姐的电火 我怎么会被迫离婚 离婚后甚至还想逃走我的海 就是因为你们的步步紧逼才让我失去了海 如今你们所遭受到的一切全都是暴力 发泄完之后品如潇洒离开 独留红家人一脸猛逼的呆愣在原地 很快红家人就得知公司破产的消息 红世贤厚着脸皮找到品如质问她 事到如今红世贤竟然还在纠结爱与不爱这个问题 果然恋爱脑是会传染的 就在两人争执间爱丽跑来向品如宣誓主权 两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红世贤见状一把拉开了爱丽 品如无法忍受这对颠工颠婆直接离开了 就这样红家彻底破产 高宏贵的羞辱红国荣故意将红家赶去了品如家的小平房 而品如一家则住进了大别墅 白凤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整日以泪洗面 爱丽别的没有就是脸皮厚 直接跑来向品如索要房产证 结果不言而喻爱丽被品如赶了出来 不甘心的爱丽回家怂恿白凤装闭 逼迫世贤去找品如要回房产证 世贤见妈妈难过的样子于心不忍 于是将品如约了出来 恳求她能将房产证还给妈妈 可品如却深知白凤的妙性 她肯定地拒绝了世贤 而这一切全都被跟在后面的爱丽看在眼 回到家中的品如思绿再三后决定将房子归还给婚家 毕竟世贤和宝莲当初对她还是不错的 然而当世贤来到维纳斯拿房产证时 却被来托房产证的爱丽误以为是品如 一把将她推到在地 结果摔倒时不小心撞到了桌子上 爱丽却不顾她的死活头也不回地逃走 殊不知世贤却在无意间扯下了她的一颗领头 没曾想刚进办公室就看到倒在血泊中的世贤 品如急忙令人拨打急救电话 就在这时她突然发现世贤手中紧紧握着一粒扭扣 很快众人便将世贤送到了手术室 白凤将这一切全都怪对到品如头上 质问她不想还房产证可以明说 为什么要伤害世贤 不知道为什么品如坦白身份后五立值明显下降 她又重新变回了那个软弱的灵 好在文艳及时打过来 可无论品如如何解释 红家人全都一致认为就是品如伤害的世贤 更糟糕的是经过医生诊断 试心以后很可能再也看不见了 品如听后心中的愧疚更加浓烈 她无法接受地跑出了医院 脑海中全是红家人的指责和埋怨 情绪彻底崩溃的 她完全没注意到向她急驰而来的汽车 好在文艳及时出现将她抱起来 而另一边的艾力却趁红家人不再偷走了白凤的身份证 来到地下钱庄用房子抵押了一千万 不得不说艾力绝对是个 偷盗和故意伤人哪一个都够她吃一胡的了 想用她的名义重新满回维纳斯 就在她开心地坐着发财梦时 殊不知此时的红国荣已经报警 品如被带走调查后很快就被放了出来 品如告诉文艳 警察调查后发现办公室内只丢了白凤的房产证 而知道房产证在办公室的只有她和世心还有艾力三人 那么凶手很有可能就是艾力 可有一点她实在想不通 自己明明已经答应将房产证归还给人家 那么艾力为何还要来偷房产证呢 此时她想到了世心手中的拧扣 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 两人来到医院借着看望世心的机会 偷偷比对了世心衣服上的领扣 结果不言而喻 然而品如却从世心口中得到了另一个重要现象 这下品如更加确信伤害世心的人就是艾力 可她到底为何要偷走房产证伤害世心呢 就在她百思不得其解释 艾力却突然找上了她 你又来干什么 怎么你还不知道我是维纳斯的新任董事长 是你收购维纳斯 是张董 不过张董已经正式授权让我接受维纳斯 所以请你马上收拾好你的东西 离开这里 听到这里品如瞬间明白了一切 看着艾力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品如便决定刺激一下她 有件事要麻烦你转告红家 被偷走的房产证应该很快就能转开 到时候就可以抓到伤害世心的人了 接着品如又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告诉艾力 那个小偷实在太短了 竟然将那么重要的线索留在了现场 艾力听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难道自己真的留下了什么拔的 突然她想起早上出门时看到衣服少了一颗钮扣 为了避免后患她急忙跑回家中将衣服丢进了垃圾桶里 然而就当她以为万无一失时 身后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女人被丈夫和闺蜜双双背叛后终于迎来了属于她的春天 不但一家四口过上了奢侈的豪门生活 甚至还被富二代公子当众求婚 然而犹豫在三后她却直接拒绝了 只因自始至终高红一直反对两人在一起 就在品如左右为难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 灵妇为了女儿的幸福竟然放弃尊严跪在高红用前 请求她答应品如和文艳的婚事 经此一事后 高红不禁开始回想起和品如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 一直以来她都将品如当成了珊珊的替代人 可却没能将她当作真正的女儿去考虑她的未来 思虑在三后她终于决定同意两人的婚事 对此品如和文艳两人很是开心 随后两人便迫不及待地跑来拍婚纱照 这一刻似乎之前所有的苦难全都烟消云散了 然而就在这时品如却突然发现戒指不见了 这让她瞬间有了不好的预感 女人的第六感往往是对的 因为此时真正的高珊珊正在家里发着疯 是你打占了我的房间 高雄高珊珊正式回归了 这也预示着品如的灾难时刻再次降临 高红看到女儿的那一刻瞬间泪流满面 然而很快她就发现了女儿的肥鱼迹 果然她在高珊珊的行李中发现了一张名片和一条目 经过调查她才知道 原来女儿是从精神病院里跑出来的蛇精役 高文艳得知此事后更是内疚不如 为了不让珊珊受刺激 两人决定隐瞒文艳和品如结婚的事情 然而指中就是包不住 这天文艳带着高珊珊出门 但是刚好来到洪世贤工作的地方起车 洪世贤发现她和陌生女人在一起是瞬间暴命 两人一言不合大打出 你为什么要打我哥哥 两人走后 洪世贤这才知道眼前的女人才是真正的高珊珊 这让她心中不免生起了一丝希望 另一边的高珊珊得知高文艳要和品如结婚的消息后瞬间崩溃 眼见高珊珊情绪如此激动 高红和高文艳便决定瞒着高珊珊偷偷举行婚礼 然而洪世贤得到消息后 却偷偷将此事通知了高珊珊 当品如得知眼前之人就是高珊珊时瞬间呆住 这也给了高珊珊发芳的机会 她拼了命地掐着品如的鼻 此时的品如毫无还手之力 眼看就要窒息而亡 就在这时洪世贤及时打破了 原来这才是她的真正目的 想要趁此机会上演英雄救美的戏马来获得品如的方向 随后她便将品如送回了家中 经此一闹品如直接一并不起昏睡过去 直到第二天她才愿意苏醒 刚一睁眼她就注意到宝莲身上似曾相识的衣服 大姐 你身上这件衣服是你的吗 那里的 那是我 请问我怪你一遍吧 我姐 这衣服是 艾莉 品如从宝莲那里发现艾莉推倒是新时所穿的衣服后 便直接找到了艾莉 艾莉一见到衣服瞬间慌了神 急忙找借口想要逃走 谁知这时高利贷却找上了门 质问艾莉为什么没有及时还好 品如从两人的谈话中听出一些端倪 于是急忙上前询问 艾莉小姐拿了一张产权证 帮我们公司来抵押 借了一千万 一千万 那请问 房产证的主人是白凤吗 这也是 我来解决吧 刚刚还十分嚣张的艾莉此时像双打的茄子般瞬间粘了 就在她即将绝望之时 老天爷竟再次给了她绝处逢生的机会 高珊珊突然出现在美容院 当众羞辱品如就是个投机取巧的冒牌货 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高珊珊 并且当众宣布自己即将接手美容院 要求品如立马收拾东西滚蛋 而这一幕刚好被艾莉看在眼里 她立即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随即她便找到高珊珊 故意在她面前诋毁品如 声称品如不但抢走了自己的老公 甚至还故意以高珊珊的身份接近她的哥哥和妈妈 试图抢走属于高珊珊的一切 在艾莉的一通忽悠下 高珊珊决定和她一起联手对付品如 另一边还不知情的品如找到高红 将艾莉偷走房产证抵押的事情告诉了她 希望高红能借钱给她将房产证赎回 以此来证明艾莉的罪行 高红直接爽快地答应了 然而就当品如打算去地下钱庄时 高珊珊却再次找上门 她趁品如不注意偷偷拿走了支票 等到品如带着白风来到地下钱庄时 才发现支票不见了 于是她急忙找到高红 高红得知品如怀疑珊珊偷走支票后 瞬间恼目 虽然心中不愿相信 可回到家中后 高红还是小心翼翼地询问 珊珊有没有看到品如的支票 我要钱可以找妈妈要了 我干嘛要去特利品如的钱呢 高文艳偏心品如已经让高珊珊很是不爽 如今竟然连最疼爱自己的妈妈也帮着领品如 这让高珊珊对品如的恨意更深了 随后高珊珊便找到爱意 告诉她自己打算用那一千万给品如买一栋别墅 做事领品如挪用公款的事实 很快品如就发现她的名下 突然多出一套价值一千万的房产 就在她疑惑不解时高珊珊走了进来 品如瞬间明白肯定是她在背后搞鬼 于是她急忙找到哥哥林义德 希望她能陪自己调查此事 随后两人便来到了地下钱庄 此时的林义德终于有了用力之地 凭借她那独有的流氓气质 瞬间将对方给震慑住 对方承认房产证是被爱意给赎回去 可对于别墅的事情却全然不知 虽然没能证明自己的倾断 但好在确认了这一切都是爱意在背后搞鬼 于是品如决定先从爱意这边开始突破 随后她便找到世心 提醒她好好回忆下 出事当天她手里抓着的女后 可品如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白凤直接给赶了出去 但好在经过她这一提醒 世心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杀女孩无意间撕毁了 董事长去世女儿唯一的照片 董事长一气之下 直接将她赶了出去 殊不知女孩正是他日 私业想了三十年的女 等到所有人走后 高红拿出曾经和洪国荣的定情信物 就在她堵物私人时 品如刚好走了进来 无意间撇到了她手中的戒指 高红告诉品如 自己当年和洪国荣有过一个孩子 被洪国荣带走后因为高烧离世 品如总感觉在哪里见过这个戒指 可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直到这天宝莲来找了一对 品如竟在宝莲手上看到了这枚戒指 她的脑海中瞬间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虽然洪父声称宝莲是大国家的孩子 可洪家却从来没有宝莲父母的照片 并且宝莲也是因为小时候发高烧 才导致脑子被烧坏的 难道宝莲就是高红的女儿明明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品如找到了洪国荣 爸 你和董事长的女儿明明是不是还活着 明明三岁的时候发高烧死了 虽然洪国荣失口否认 但她那躲闪的眼神却出卖了自己 随后品如便将自己的猜想告诉了高红 得知自己心心念念了三十年的女儿还活着 高红震惊不已 为了弄清楚真相几人再次找到洪国荣 她让洪国荣终于承认了宝莲的身世 得知自己被骗了这么多年 高红瞬间暴露 两人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最终在品如的劝解下 两人这才停止了争吵 随后林一德便将宝莲带到了高红面前 高红看着宝莲手中的戒指不禁煽然泪下 本以为早已去世的女儿突然出现 让她怎能不激动 可宝莲却因为从小母爱的缺失 对高红的亲热有些抗拒 好在天生的血缘关系让两人很快清静起来 当宝莲看到高红而后的胎记时 终于确信眼前的人就是自己的妈妈 她兴奋地一把抱住高红 然而就在这时宝莲却突然一脸委屈地质问高红 为何没能第一次见面时就将自己认出 失散多年的母女二人终于相认 两人抱在一起放声大哭 随后高红便将宝莲郑重地介绍给了文艳和珊珊 宝莲兴奋地和两人打着招 可高珊珊却满脸嫌弃 听到珊珊骂自己智障宝莲瞬间不开心了 高红也斥责珊珊实在太不懂事 见妈妈真的生气了 珊珊这才不情不愿地向宝莲道歉 并表示自己愿意给她做一顿好吃的来迷子她 女人只是无意间闻到了嫂子身上的香水味 便发现了害自己市民的罪魁过手 而就在这时她突然发觉自己的视力竟在慢慢恢复 为了能尽快抓住凶手 世新决定继续装瞎 自从那天品卢提醒过世新后 世新便对爱丽产生了怀疑 于是她故意给爱丽打去电话 声称自己在出世当天闻到过凶手身上的香水味 并且这个味道应该还是自己认识的人 如果将这个消息告诉警察 相信很快就会找到凶手 听到这里爱丽顿时惊出一身老汗 她急忙跑回家中 打算将所有香水全都毁尸灭迹 谁知这时世新却突然走了进来 爱丽急忙找借口溜了出去 世新虽然看不到 但她敏锐地闻到了爱丽身上的香水味 或许老天开眼 世新的势力竟然开始恢复了 为了能够搜集更多的证据 她决定继续装瞎 这天她在爱丽的衣柜中 发现了维纳斯的收购合同 世新知道以爱丽的能力 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难不成是用房产证抵押来的 就在这时爱丽却突然回到家中 世新盲装出一副看不见的样子 打消了爱丽的疑虑 此时的世新终于明白 这一切全都是爱丽在背后搞鬼 自己竟然冤枉了 她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当众揭穿爱丽 而毫不知情的爱丽 还在房中得意地看着手中的房产证 即便世新推门而入 她也丝毫没有在意 甚至还开心地跑去给世新准备晚餐 而世新则趁机将房产证偷偷拿给了品卢 两人约定一起揭发爱丽的罪行 而不知情的爱丽 还想要在红补面前表现一番 声称是林品卢拿着房产证去借了高利贷 自己花了两千万才把她赎回来 白凤听完瞬间感动不已 急忙催促侍贤去和爱丽复婚 不得不怀疑白凤才是爱丽的真爱吧 无论爱丽做了多大的错事 她总能轻而易举地原谅她 然而下一秒她就笑不出来 因为里面只有一张上恩的话 这下爱丽彻底猛圈了 就在这时红国荣和品卢回到家中 然而在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 爱丽还想要试图狡辩 污蔑是世新和品卢联合一起陷害自己 可早就厌烦了她导容侍贤 却根本不听她在那里曲曲 直接将她赶出了家门 然而爱丽又怎会轻易放手 她竟直接找到高珊珊 想要借她之手给自己抱头 听着爱丽的计划高珊珊笑得一脸阴险 随后她便已向宝莲道歉 唯由将品卢请到了家中 然而吃饭间宝莲却无意间 提起了品卢和文艳的婚事 珊珊听完瞬间爆发 毒骂宝莲就是个脑子 缺根筋的小白痴 接着更是借题发挥地离开了餐桌 而品卢又开始圣命心怦难 竟然自告奋勇地去劝解珊珊 结果不言而喻 高雄珊珊一见到品卢就秒变咆哮地 一言不合就对品卢大打出手 听到声音的文艳急忙上前阻止 而高珊珊刚好借力撞到了墙上 当高红出来后 她又立马开始飙起了眼镜 护独子的高红 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品卢 就是个表里不如一的心机表 高珊珊见自己的目的很快就要达到 于是再次飙起了眼镜 扑通一声跪到品卢面前 求她不要伤害自己 甚至还装出一副惊恐的样子 看向品卢 不如其来的状况 让品卢根本无法应对 等到几人来到医院后 高珊珊更是装出一副 犯了蛇精病的样子大喊大叫 然而她的诡计 却被始终清醒的宝莲一眼就看穿了 可宝莲的话 却并没有让高红产生任何怀疑 见陷害品卢的目的终于达成了 高珊珊忍不住暗自窃喜 以至于爱丽来看望她时 她丝毫没有不及一旁熟睡的宝莲 迫不及待地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爱丽 然而就当她以为品卢再也不会出现时 圣母心泛滥的品卢却又主动跑过来 这也给了高珊珊再次陷害她的机会 当她听到妈妈即将进来的声音时 立即双手掐住自己的脖子 而品卢也是上胆地送人头 非要凑上去关心这个蛇精病 以至于当高红进来后 误以为品卢要掐死自己的女 怒骂品卢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高文艳试图想要帮品卢解释 可还没等开口高珊珊就炸了毛 说完就直接冲上了天台 以此向逼威胁高文艳和自己结婚 被逼无奈的高文艳只能暂时答应下来 而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品卢看在眼里 她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 回想起过去的种种她终究还是输了 另一边回到家中的高珊珊 开心地来到高文艳房中 控制她两人的婚礼很快就会举行 警告她以后不要再和林品卢见面 为了不让品卢再受到任何伤害 高文艳只能忍痛向品卢提出了分手 而另一边被赶出家门的爱丽继续心痛作浪 她竟故意在外散播谣言 致使所有董事纷纷前来讨伐 无奈之下高红只好让洪国荣重新回到公司帮忙 并且一并让洪世贤成为了她的特点 这也正是爱丽的真正目的 不得不说爱丽对洪世贤绝对是真爱 即便如今的洪世贤对她厌恶至极 她也依旧处处为她着想 然而就在这时爱丽突然听到洪国荣说起一星期后的千余仪式 她不由得再次心生一计 这不正是让洪世贤重新坐上总经理位置的绝佳机会吗 明明昨天还对自己山盲海誓的未婚夫 如今却要迎娶别的女人 看着两人缓缓步入婚姻的殿堂 品卢的心彻底碎了 林家父母得知高文艳结婚的消息后 急忙给品卢打去电话 可却怎么也打不通 无奈之下林玉德便想用宝莲的手机再试一下 谁知却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手机里竟然存有一段爱丽和高珊珊联手陷害品卢的录音 原来当初爱丽来医院探望高珊珊时 一旁熟睡的宝莲无意间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 因此将两人的对话一字不落的全都录了下来 林玉德听完后愤怒不已 直接杀到高家想要给妹妹讨个说法 然而高红却误以为她是在无理取闹 高珊珊更是嚣张的扬言要报警抓她 然而很快她就嚣张不起来 听听听听听听 高红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曾经天真烂漫的女儿竟然会使出如此卑劣的手段诬陷 愤怒的她杨婶就给了高珊珊一个大逼 高文艳更是对高珊珊的行为失望至极 被陷害的品卢总算是洗刷了冤屈 然而她和高文艳之间却再也回不去 被抛弃的高珊珊正在家中不知所措时 突然接到爱丽的电话 她像是抓住救命道草单祈求爱丽帮自己挽回高文艳 殊不知自己早已落入了爱丽的圈套中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来到了品卢的办公室 一见面就开始疯狂的咆哮 爱丽躲在门口看着这一切 得意的给高文艳打去电话 告诉她品卢正在被高珊珊欺负 高文艳得到消息后立刻赶 而这才是爱丽的真正目的 因为今天正是旭风建设的签约仪式 一旦高文艳错过签约仪式 那么红世贤就有机会 顶替高文艳重新做回总经理的宝座 然而就在爱丽以为自己的计划 天衣无缝之时 殊不知她的谎言很快就被戳破 高文艳拉着珊珊到高文面前 为品卢讨论道士 无意间说出的是爱丽控制自己的消息 高珊珊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爱丽当枪使 愤怒不已的 她直接冲到维曼斯质问爱丽 可后脸皮的爱丽却根本不容易 甚至嘲笑高珊珊没脑子 两个狼狈为奸的疯子因此彻底决裂 而爱丽也成为了这次合作的最低人家 就当她得意地回到红家想要邀功时 殊不知红世贤早已被得知真相的高红给开除了 得知儿子的工作再一次被爱丽给搅黄了 气愤不已的白凤说什么也要将爱丽赶出家门 然而就在这时爱丽却突然晕了过去 然而到医院后却得知自己竟是癌症晚期 爱丽听完当场崩溃 她费尽心机好不容易得到如今的一切 可老天爷却跟她开了这么大的玩笑 这让她如何能接受的 不过出来后她却并没有将自己的病情告诉红世贤 只是谎称自己吃坏了肚子 只因她不想让世贤看到她凄惨的样子 不想让别人骂她是罪有应得 一向骄傲的她绝不允许让别人看自己的效果 为了能够紧快筹钱手术 爱丽决定将维奈斯转要出去 可当对方询问她为何要将辛苦精灵的维奈斯给卖掉时 爱丽却再次满口谎 声称自己的婆婆癌症晚期令不久已 可公共手头没有周转资金 自己这才忍痛将维奈斯给卖掉 可就在这时高红却突然转了出来 原来这一切全都是她故意安排的 她早就知道爱丽向珊珊借了一千万收购维奈斯 如金钱还没还完爱丽却想将维奈斯给卖掉 这明显就是诈骗行为 如果按照合约内容 高红现在可以按照市价的50%收购维奈斯 这样一来爱丽非但拿不到自己的救命钱 甚至连维奈斯都将彻底失去 爱丽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 却发现大门已经换了锁 白凤得知爱丽在外诅咒自己 这让她忍无可忍直接将她赶出了家门 情绪激动的爱丽当场并发口吐鲜血 无奈之下她只能到医院接受治疗 然而刚到医院她就看到洪世贤和品如两人 暧昧不清地在一起拉拉扯扯 难道两人早已复合了 原来自从文艳决定和高珊珊离婚后 就打算带着品如出国生活 可两人的谈话却刚好被高珊珊听得正着 情绪激动的她上前就给了品如一巴掌 甚至疯狂地跑到马路中央祸害司机 等到几人将她送到医院后 医生告知众人高珊珊彻底疯了 精神崩溃的她竟然连自己的妈妈都认不出了 看着满脸伤心的高红 品如无比自责 为了能稳住珊珊的病情 品如决定牺牲自己 她找到洪世贤请求她帮自己 在高珊珊面前演一出复合的戏码 以此来打消珊珊的妄想症 红世贤听完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下来 这可是她们和品如复合的绝佳机会 随后两人便来到了医院 红世贤甚至还心存私心地 当着众人面亲了品如 果然高珊珊看到后瞬间恢复正常 答应积极配合治疗 而这一幕刚好被爱丽给看到 她误以为品如想要再次抢走红世贤 被极度心占据理智的爱丽 拉着品如就来到了天桥上 死死掐住品如的脖子 想要和她同归于尽 好在此时的爱丽过于虚弱 却说品如离爱丽远逸 有些气愤的品如将爱丽得病的消息 告诉了红世贤 希望她能多关心一下爱丽 然而红世贤却认定又是爱丽在故意撒谎 品如不想再搭理她便转身离去 而此时的爱丽却偷偷将尚恩带了出去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里 她只想好好陪陪儿子 可她发病的频率却越来越频繁 懂事的尚恩看到妈妈难受的样子 便跑去给爱丽买药 等到爱丽幻过神来 却发现尚恩早已不见踪影 惊慌失措的她急忙给品如打去电话 幸运的是两人最终在马路边上 找到了嚎啕大哭的尚恩 爱丽害怕将尚恩送回红家后 自己就再也看不到孩子 于是品如便将母子俩带回了林家 在品如的鼓励下 爱丽终于答应接受治疗 然而当她出门后 却遇到买菜回家的林妇林母 想到自己过去的种种 爱丽无比自责的贵求二老的原谅 可被伤透了心的林妇 却以为这又是爱丽的阴谋 直接上去就给了爱丽一巴掌 好在品如听到声音 及时出来制止了两人 她将爱丽的病情告诉了父母 希望两人能够原谅爱丽 而此时的爱丽却在 不知不觉中来到了红家 也不知红世贤到底有多大魅力 直到这世爱丽 还是满心满眼的都是她 回想起两人曾经的甜蜜时光 爱丽的脸上满是幸福之色 她这一辈子唯一不后悔的 就是爱上红世贤 并且生下两人的孩子 可她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从法国回来 不择手段地破坏品如和世贤的婚姻 如今自己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暴力 想到这里爱丽心中满是苦涩 然而就当她要离开之时 却无意间看到高珊珊 正在和红世贤拉拉扯扯 原来高珊珊独自在医院突然发病 于是三更半夜 跑到大街上寻找文艳 谁知却遇到了红世贤 见她独自一人 便认定高文艳 肯定和品如在一起 随后便开始发疯 爱丽见状急忙上前阻止 红世贤见爱丽脸色苍白 即时却无意间将工作证给带了出来 而这时的高珊珊却突然战斗力爆棚 直接一口咬到了红世贤的手臂上 红世贤一时赤痛放开了她 好巧不巧高珊珊的包恰好 掉落在红世贤工作证的上方 而这时的高珊珊却好像突然清醒 她恳求红世贤不要把自己的行踪告诉家人 随后便将地上的物品 一并收回包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见此情况红世贤也就没再多想 然而万万没想到 第二天高珊珊竟被人发现 头部重伤晕倒在路边 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红世贤的工作证 因此她也成了案件的第一嫌疑 爱丽的一生其实是悲惨的 红小父母离世寄人篱下 长大后好不容易喜欢上的男人 却成了闺蜜的老公 如今处心几率得到了一切 却已经命不久已 病痛将她折磨得不成人样 可她却不想就此放弃 身为母亲的她必须坚持下去 然而就当她同意接受手术治疗时 警察却找上了她 原来警察查到高珊珊被打的当晚 最后接触的人只有红世贤和爱丽两人 爱丽如是回答了警方的提问 等到警察走后她不免开始担心 如今自己生死未亏 世贤又背上杀人未遂的罪名 那到时候尚恩该怎么办 想到这里她心中便有了主意 于是第二天她告诉品如 自己才是打伤高珊珊的真正凶手 可品如却一眼就看穿了她的谎 爱丽告诉品如 自己本就是将死之人 如果世贤一旦出事 尚恩就成了没有爸妈的孤儿 那还不如自己去顶罪 自己宁愿病死在牢中 也不能让世贤出事 其料两人的谈话刚好被红世贤给听到 又在这时警察也赶了过来 声称高珊珊刚刚醒了过来 只认爱丽就是打伤她的凶手 然而就当警察准备带走爱丽时 却突然接到总部的电话 声称打伤高珊珊的凶手已经找到了 听到这里爱丽这才放下心来 自己和世贤终于不用受牢狱之灾了 然而她却并不知道 去公安局自首的人正是红世贤 原来就在警察来医院时 红世贤就躲在角落里 一直以来都是爱丽在为自己默默付出 自己也该为爱丽做点什么了 于是她便主动来到警局投案自首 然而就在爱丽满心期待的 等待手术的到来时 医生却带来了不幸的消息 爱丽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其他器官 已经失去了治疗意义 劝品如还是将她带回家 享受一下最后的时光 谁知两人的谈话却刚好被爱丽给听了 尽管爱丽作恶多端 可看到她这样凄惨的模样 还是让人不免有些唏嘘 好在林家人并没有因为之前的事而怨恨她 主动将她接回了家中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享受着久违的温暖 而爱丽也没有因此自暴自弃 第二天便主动要求重回美容院上班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将所有精力全都投入到了热爱的工作当中 可当夜深人进食 她总是会想起红世贤 为了能在临死前见红世贤最后一面 爱丽找到了红国荣 红国荣虽然嘴上拒绝了爱丽 可事后她仍心软地为两人争取了两个小时的见面时间 随后一家三口便在警察的监视下去拍了全家福 吃饭时红世贤虽然一直冷着脸 但却不停地给爱丽夹着菜 眼看两个小时就要过去 谁知这时爱丽却提出想要和红世贤一起去海边度假 因为今天刚好是两人的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 红世贤虽然冷着脸骂她得寸进食 可当她出门时却趁警察不注意逃走 在品如和林逸德的安排下 两人一路开车来到了酒店 或许是两人终于走进了彼此的内心 这次红世贤尽为了之前偷偷摸摸的刺激感 反倒像是多年的夫妻般对爱丽体贴如微呵护被指 爱丽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随后爱丽表示自己想要化妆 让世贤去给自己准备化妆品 世贤没有丝毫怀疑地跑不出去 甚至还偷偷给爱丽准备了一份惊喜 老板你快做好了 亲手给你带上花花 而另一边警察带着一个男人来到了高家 珊珊在看到男人胳膊上的伤疤后 立刻想起她就是伤害自己的罪魁过手 这下世贤和爱丽终于洗刷了冤屈 品如得到消息后立刻给爱丽打去电话 可她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此时的爱丽独自一人来到了海边 她觉察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 也自知曾经的自己罪孽深重 于是便决定在当初品如落海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就当她带着对亲人浓浓的不舍 往缓躲向海中央视 红世贤却发现她 她试图将爱丽拉回岸边 可一心求死的爱丽却早已心意决 两人拉扯中无一间双双坠入海中 曾经红世贤在这里放开了品如的手 这是她此生做过最错误的事 同样的错误她绝不会再犯第二次 直到最后她也始终没有放开爱丽的手 或许这样的结局并不美好 但人生就是一趟单程列车 一旦错过了就永远无法再回头 人生没有彩排 但愿所有人都能好好珍惜现在 而这时的品如刚好拿到爱丽的全家福照片 里面竟然还有一张爱丽的黑白照片 她瞬间有了一丝不好的预论 就在这时她接到了警局团队的电话 是行 她说大哥和大嫂都死了 洪副宏女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场晕了过去 而另一边的高珊珊被人拍了一板砖后 脑子竟然清醒 她突然明白爱情是抢求不来的 最终含泪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随后众人来到洪家调宴 白凤和高宏两人也终于冰释前嫌 高宏决定将旭风建设重新还给洪国荣 自己则带着珊珊去国外生活 接下来就是让人匪夷所思的画面 高文艳竟然在洪世贤和爱丽的追悼会上 向品如求婚了 就连宝莲都兴奋地要嫁给林逸德 属实有些不明白编剧的脑回路 竟然能想出如此惊悚的剧情 我要是爱丽都能气活过来 最后两对新人同时举行了婚礼 品如也终于迎来了真正属于她的心理 未经许的走运 未经许的男性